大家好,我是電腦王阿達 那之前我們開箱過這台 Mac mini的一個開箱 那反應非常不錯 所以趁熱打鐵,流量一定要蹭到底 接下來我想為大家介紹一下 Mac mini一些好用的功能 那這是為大家介紹 把開機系統移到外接的隨身地區 另外就是用iPad來當作我們螢幕來使用 在開始前 請大家先為這個影片按個讚 這對我的說相當重要 那我們接下來直接開始 首先我們先從 讓iPad或是Enjoy的平板 來當作你Mac mini的一個外接一面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方案 原則上多多少少都要花一點錢 如果你不想要花任何一毛錢的話 其實也有其他方法 就是像中國那邊有教用一些腳本 但是那個我自己實測全部失敗 沒有一個腳本是可用的 可能是我的問題 另外我也問過身邊的那個Mac的高手 看了那個腳本的時候 他說這個東西 他只要Mac OS改版也會失效 所以認真來說我是覺得很麻煩 那我自己實測成功是用步驟方式 你直接用自動命令那邊 然後錄製步驟 直接把螢幕投影到iPad去 這個方法的重點是 你要去買一個HDMI的欺騙器 接在The Mac mini上 所以也是要花錢 只是花的多花的少 而且那個東西還有一定的失敗率 不管是腳本或是錄製的方式 我是覺得這種有失敗率的東西 我們就不要講了 我們就直接講一定成功了 一開始呢 我們要先設定啦 免密碼直接登入Mac OS 如果你在使用Mac的話 你就知道說 不管你是用Mac mini 在開機的時候 他都會要求你輸入密碼 這是一個安全性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想要直接 讓iPad或平板 作為你唯一的螢幕的話 那這個步驟就要跳過 因為Mac的所有步驟 都是在輸入密碼之後才會執行 那我們現在要先跑程式 讓Mac OS先跑完 我們才能執行這個外接螢幕的軟體 你如果說卡在打密碼那邊 你接下來沒有畫面 根本不知道要打密碼 就很尷尬 那今天來為大家簡單講一下 怎麼做免密碼登錄 我們直接點這個蘋果 然後點這個系統設定 然後呢 往下找 找到一個叫做 使用者與族群的選項 點進來之後 下面這邊有一個叫做 自動登錄 是關閉的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它會讓你選擇 要用誰來自動登錄 這樣我的話 我的帳號就是第一個 那我就選這一個 之後呢 它會要求你輸密碼 我們就輸入我們的 Mac的那個登錄密碼 然後解鎖 接下來 它會再要求再輸入一次 這樣子就OK了 首先啦 我們要安裝 YM Display的APP 那它有兩個APP 一個是App Store的 那個是Air版 那個又要再另外前 那是無線版 我個人是建議大家 直接用有線的比較好 因為啊 無線的環境它有很多問題 像我剛剛講的那個腳本的版本 它必須要求你的iPad mini 跟你的iPad 要在同一個網路 但是如果 想把這個組合帶出去外面用的時候 這其實一點意義都沒有 如果你想把Mac mini 跟iPad一起使用 我個人覺得 最好的方式 就是你用一條USB的連接線 那這條線呢 最好是自然USB3.2的那種Type-C的線 會比較好一點 我們直接到它的官網 可以下載一個安裝的 這是有線的版本 直接來這邊 下載這顆軟體 我們就點這個 它這邊就下載了一個 DMG 那我們就直接給它安裝 安裝很簡單 點擊兩下 之後呢 把這個APP 從左邊拉到右邊 這樣子安裝完了 安裝完之後 接著我們來啟動的台這邊 啟動YAM Display 它會問你 這是從網路下載的APP 是不是要打開 我們就選打開 允許 那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準備連線 先接在我們的 那個iPad上 然後接著呢 接到我的Mac mini 我現在啊 這一台 我是直接裝免費版的YAM Display iPad就出現了 我的Mac的畫面 我在這邊是可以控制的 這是有線的版本 如果說你是用免費版的話 它大概只能用5分鐘 所以我個人強力建議大家買 複費版的 這個版本它就沒有 那麼多奇怪的要求 主畫面這邊 可以選擇 你這個YAM是要延伸 還是要鏡像 請大家要選鏡像 這是第一個步驟 那接下來 我們就要設定啦 YAM電腦端的APP 在開機的時候 就要先執行 不然的話 如果你沒有畫面的時候 那YAM Display的伺服端 沒有打開 一樣是沒有畫面 接下來 我們就一樣是打開這個 系統設定 然後我們點一般 那接著 我們再點一下 它登入項目延伸功能 那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點這個加號 自己來選擇 要執行哪一個軟體 我們選應用軟體 然後 選擇 YAM Display 但是 你開機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執行 那執行完之後 接下來才會登入 接著 我們直接測試一下 我把電腦關機之後 那我們的iPad 到底能不能直接當我的外接式螢幕 現在我們就直接關機 關機了 然後我把 我的外接式螢幕跟鍵盤拔掉 然後 接著 我使用這一組 藍牙鍵盤瓦筍 直接開機 大家看到沒有 關機重開之後 接上 這個iPad 就是我們的 Mac mini的外接螢幕 這樣子我就可以操作 以上就是使用iPad 來當作我們 Mac mini的使用的螢幕 所以你出門的時候 你只要帶Mac mini 藍牙鍵盤 iPad 還有一條電源線 就可以使用 這就是窮人版的MacBook 當然我是覺得老實說 這樣子真的有點客難 如果有錢的話 你還是買個MacBook 但是呢 這整組加起來 都還沒有一台MacBook貴 所以這也是個選擇 只是說你 這樣子用的話 你必須要 帶這麼多東西出門 就看大家自己的選擇 以上就是 iOS版 那接下來呢 為大家介紹 Android版本 怎麼用 好 接下來來講一下 Android怎麼使用 那Android平台啊 它其實有一個 App以前非常非常好用 叫做 我們有拍過影片 大家可以點右上角連結 去看 那個軟體 對我來說 是目前為止 我覺得所有的 外接螢幕面最好用的 而且是免費版 它什麼都好 就是沒有Mac版 沒有Mac版 那請大家去買這個 給Android平板用的 HDMI 轉USB的一個接頭 那這個東西呢 一兩百塊而已 不貴 蝦品應該也有賣 但是我是淘寶買的 如果大家需要 我會把連結放在下面 它本身 必須在 我們的Android平板上面 下載一個軟體 這個叫做 USB攝像筒 它使用方式就是這樣子 HDMI連接附 我們要直接連在這裡 接在 HDMI這邊 然後 這一頭 我們就直接連我們的 平板 那接著呢 這一頭 就要接到 Mac mini的HDMI端 來給大家看一下 接上之後 這一頭 它就是我們的 Mac的一個螢幕 那我這一邊呢 還是原本的螢幕 那我們直接可以去設定說 這台是延伸螢幕 我們一樣做鏡射 這邊再改動就好 做得非常簡單 它就是一個很單純的一個 硬體功能 原則上啊 只要是有資源的平板 或手機 都可以這樣玩 那缺點的話是 上面有一排廣告 但是這個廣告可以關掉 然後第三個 大家可以買這種 這種無線的HDMI的一個連接副 好我之前也有拍過影片的 一個叫LUNA Display的東西 它都可以 將畫面 投影到iPad上 這個一千多塊吧 LUNA好像也是一千多塊 所以啊 你如果想要把iPad 來當作你的 唯一的螢幕的話 目前來講啊 就是 YAM Display 是最簡單的 它只有290 就會搞定了 那以上 就是外接螢幕的一個 簡單教學 那接下來 阿達要為大家介紹的 第二個 就是MAC 它的記憶體 都是黃金做的嘛 那我們要怎麼去節省它呢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用這種 USB 4.0的一個外接附 最好啊 還帶一個 HUB的功能 然後買一個 2G啊 4G啊 SSD 放在裡面 其實現在啊 大陸外邊已經有 附廠的一個 硬碟盤 把SSD的板子拆出來 然後把它焊掉 換比較大容量的 但是你這樣就破保嘛 那接著呢 我們就直接 把它 外接到我們的 電腦的後方 因為後方啊 才是Soutbox 4嘛 也支援USB 4 那這種的好處就是說 像這個 它本身還帶螢幕輸出 又有USB-A 又有主動散熱 像 Mac mini這一種機器的話 就剛好可以解決它Io的問題 那缺點就是貴 這種東西 我再猜啊 它應該在今年的上半年 會降價 如果你不擠的話 你可以等一下 那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就一個磁碟 我現在有放東西 那我們把它關掉 不管 我們接下來直接把它格式化 那先按U間 清除磁碟 那這邊呢 它會有幾個格式 請大家一定要選這個APFS 不然沒辦法灌系統 那我們就直接給它 清除 裡面的東西都會清掉 它清這個非常快 已經沒東西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先來測一下它的速度 來看一下 外接跟內鍵的一個速度差異 好 這個是內鍵的256的SSD 我們先看一下它的速度 寫入大概是2000 讀取大概是接近3000 這種內鍵式的 因為庫克 刀法非常精準 它不會讓你速度太快 好 那接下來我們換另外一個 我們的外接的點 那接下來我們選完之後再跑一次 USB 4.0 它的速度大概都是抓 大概是3000Mbps 因為它還有1000Mbps是一個保留的頻寬 除非說你要更快的話 只能去買TP5 而且TP5盒子跟線都異常而貴 目前這個速度就已經很夠用了 這個速度不錯 好 那我們測完速度之後呢 那接下來 我們就去App Store下載 MacOS 我們直接點開App Store 然後這邊我們就直接打 MacOS 那最新的版本呢 是這個 SEQ U YA 請大家把完整名字打完 這邊就會出來了 這個就是 完成MacOS 那我們就要點取得 取得之後直接點繼續 接下來重點來喔 那這裡就會說 你要把系統裝到哪一個碟上面 這個就是你內建的SSD喔 你不要選這一個 你如果選了 你現在的系統就會消失 我們就顯示所有的磁碟 那我們把它選這一個 新建磁碟機上面 然後給它點進去 然後新的使用者就是我自己 那你安裝的時候 你自己的帳號來安裝 那接著就輸入密碼 就是你Mac登錄的密碼 那這邊呢 它就會開始安裝系統 你們這邊就等一下 它寫58分鐘 但實際上不用那麼久 好 這樣子呢 就已經開機完成了 那這邊轉移的時候對不對 請選擇時光機 或者你的Mac電腦 在原本的Mac mini 你已經使用一段時間了 你沒有關係軟體 有一些設定 你選這個選項 你就可以把那些設定全部搬到 外界視頻點裡面去 那這邊就要輸入密碼 然後繼續 那這邊就選我們自己這個帳號 接下來放讓它自己跑 這邊設定完了 重新開機 那這邊就輸入我們的密碼 你可以等一下再輸入 好 這樣子 我們就已經完成了 從外界視硬碟 把資料轉移過來的一個動作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系統這邊就可以看到 然後啟動盤已經變成新增磁碟機了 這樣子還沒完哦 接下來一樣我們回到設定 然後點到一般 在這裡有一個叫做啟動磁碟 記得要把這個改成我們的開機點 你如果要改回來的時候 記得你就選原來的那個Main OS 這樣就好 像我這一隻是2TB 那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我的容量有多少 我現在主要的儲存空間 就2TB了 我就可以放心去裝遊戲 跑軟體 就不用再受256GB的一個限制 那一樣 我們也來測一下 它現在的一個速度是怎麼樣 現在我們有另外一選 它的讀顯 都是3000MB 這樣子就已經完成一個轉移 非常非常的簡單 如果大家跟我一樣是買蓋板 然後是買Mac mini的話 買一個USB4.0的一個外接點來使用 我是覺得非常方便 如果有Hop功能的話 還可以來裝IO什麼的 很方便 我是非常推薦大家這樣使用 以上就是一個簡單的教學 如果說大家還有什麼Mac mini想玩的東西的話 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來研究研究看看 畢竟我自己的主要系統真的還是Windows 這個東西都是我自己覺得好玩 所以才開始下去研究 有些東西我也玩不透 像無線環境下用iPad跑 我雖然有成功 但是我覺得它的不確定性太多了 不建議大家這樣玩 我是電腦王阿達 如果喜歡這種教學記得幫我按讚 訂閱也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